哈囉大家好,我是音樂製作人LINK 現在手機的功能 越來越強大,可以拍出很專業的照片 甚至有些電影喔,還是完全用手機拍出來的 那今天我要來做一個實驗就是把 手機當專業的麥克風來錄音 成果會跟真的麥克風差多少呢? 首先呢,我們要來做三件事 就是訂閱、鈴鐺和讚 所以在開始前呢,我們要先來做準備 首先,找到你手機的麥克風的位置 就是下半部分絕對不會在上面 這就是為什麼你懶得打字 用語音來回覆人家的時候 你會這樣拿你的手機對不對? 嘿,我等一下再回覆你 我們講電話的時候通常是這樣子拿手機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設計手機的人 應該會往這個方向來接收聲音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這樣子錄音 接著,我們就來找一個錄音的APP 不需要很多功能 內建的也可以 我用的是 Easy Voice Recorder 因為當我報音的時候 它會顯示紅色 太近的話會報音 太遠的話會太小聲 所以如果你的錄音的APP裡面有寫db的話 盡量讓最大聲的部分 不要超過-10db 最小聲不要低於-24db 但是我這個APP沒有顯示db 我其實也不那麼在乎 我們也可以看看平常講電話 嘴巴到麥克風的距離 然後試著接近那個距離 我們也可以把手機導過來 所以不會靜置 接著呢,我們可以加我們的pop filter 如果你沒有的話 可以拿乾淨的襪子 或是圍巾 越綿越好 找那種毛茸茸的布料 然後包住麥克風的部分 我現在就來示範有pop filter 和沒有pop filter的差別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到房間裡面最安靜 最沒有回應的地方 像是移櫥啊 我有個小小的voca booth 和pop filter 所以我就用這個 我也有一個手機三角架 平常是用來照相 今天呢,我就來把它當麥克風的架子 接下來你就可以用電腦裡用耳機聽你的音樂 然後邊錄你的聲音 有個壞處就是 你聽不到你的聲音在耳機裡 想要的話 可以把耳機拿開來用一個耳朵聽就好 只要確定耳機發出的聲音 不會錄進去你的手機裡 錄好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檔案傳給你自己 用Google drive可以 Line可以 微信也可以 我喜歡用Telegram 只要確定你 電腦上也可以打開 所以我就到電腦上打開Telegram 然後下載我的聲音檔 然後呢 拉到FL Studio裡面 跟音樂對齊 對 品質真的 品質不是很好 但是我們可以 試著修它 回來這邊 用鉛筆 把它切掉 右鍵 OF 然後按Start 聽看看 我都是用Wavetune RealTime Target Pitch 過來按這個邊 按這邊 然後 Import Port 就選擇E Midi Out 然後Port這邊也是E 改名叫 Tune 然後就可以用這個Midi來改 我的聲音 當你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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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筆上 陽光 臉頰 唱著你 其他地方都很好 所以就調這些音而已 那現在呢 我們可以用Fruity Parametric EQ TU 我們今天就用其他的 Fat Filter Pro Q WOW 你可以看到 它直接把7K後面全部都切掉 你筆上也 你筆上也 好 先這樣子 然後 接下來就來 Compressor 就用Free Limiter好了 你筆上也 我們就來加一個 可以用 Deesser 啊如果你沒有Deesser的話 那就用 Maximus 然後我們就要Preset 這邊 然後 有個 Deesser Deesser Narrow Band 你筆上也 把那個 S S 的音 切掉一點嘛 這邊 和這邊 這邊加一個 Reverb 這邊加一個 Delay 然後 把這邊點到 Delay和Reverb 然後在Reverb的地方 我就加 我就用內建的好了 把Wave拉到最高 Dry拉到最小 然後在Delay的部分 加一個 Delay 去 先來聽Reverb 當你閉上眼 在我黑的牌子上面 也了在 把 低音的地方切掉 當你閉上眼 高點Bass 在我黑的牌子上面 也了在 行為 不用HighCard 因為我們要 高音多一點 拉響 當你閉上眼 在我黑的牌子上面 也了在 行為 可以 我們就把Delay的 Dry拉到最低 然後 我們就來聽 看看 當你閉上眼 在我黑的牌子上面 也了在行為 對 這個時間不錯 那我就把 他Delay太久 我就把FileWave拉低 差不多到這邊 不錯 沒錯 我就在 Vocal的 最下面加一個 Peak Controller 所以現在我要用 Peak Controller 來控制 Delay的 這個東西 那就 右鍵 它 然後 Linked to controller 在None 變成 Peak 然後在這個地方 小鍵頭 變成 Inverted 然後Accept 用Vocal的聲音來控制它自己的Delay 當然不是這樣 把Bass拉低一點 放一點 Vever的聲音 然後 當你閉上眼 在我黑的牌子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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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點 Vever的聲音 然後 Weaver的聲音 我現在要用Vocal來做Sidechain的動作 那直接在這邊右鍵 然後Sidechain to this track 好 現在它就會連一個線進 我的音樂這邊 然後加上一個 Foodie Limiter Compressor 然後Vocal 這樣有人聲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降低 所以 我現在發現說 好像很難 就是把 人聲 手機錄的 人聲變得很好 但是 還是 辦得到 至少我的手機 是沒辦法跟麥克風相等 因為它直接把 7kHz後面全部都切掉 可是 我試了 只是還是 就是有 那種手機的聲音 畢竟 它手機的這個孔 真的非常的小 所以 這個跟 這個比較 真的相差很多 那 我還可以做另外一個 動作 就是 直接減少 那種手機的聲音 就是到 EQ 掉 差不多這個部分 當你閉上眼 當你閉上眼 在我黑的牌子上面 也聊著情緣 直接把中間的地方 切掉一大堆 當你閉上眼 在我黑的牌子上面 也聊在行為 拉進來下面這個是 我 用麥克風 錄的 在我黑的牌子上面 也聊在行為 用手機錄的 在我黑的牌子上面 也聊在行為 所以這個實驗的結論就是 手機沒有 手機是打不到 麥克風的標準 因為他直接把7K赫子 後面全部都切掉 不同的手機型號大概有不同的麥克風 那我們就看 未來的手機是不是有能 有沒有能夠 做到這種方法 做到有真正麥克風的品質 那目前是還沒 說不定你現在在看這影片的時候 你那時候的手機已經能夠達到 專業麥克風的力量 那這樣你就可以省很多錢 就直接用手機去錄音就好了 可是當然 音樂是主觀的 如果你覺得就是 手機的那種 音效還不錯 那當然你很歡迎就是 用手機來錄 其實我聽起來蠻不錯的 我想要給你看的就是 不需要花很多錢去買器材 也可以錄出 蠻不錯的效果 希望你現在會開始去利用你已經擁有的東西 然後去擴張他原本的功能 其他的地方也是 如果你要想點字 想要創新 最好的方法就是拿 已經存在的人事物點子 用你的方法 去做連結 就可以 拼出一個新點子 我現在只是把手機當麥克風用 一定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等你去試 謝謝你收看 我是音樂製作人 Link 歡迎你訂閱和留言在下面告訴我你的想法 我每一個都會去讀 也歡迎你IG找我 Link Music Now 我們下次見 音樂製作人 MING PAO Pros Por